是钓鱼台护鱼行动 我们继续从空中拍摄的画面带你来关心 78艘的渔船都插上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场面非常壮观 而据了解国防部也已经把保钓行动提升到维安总统级 出动了6艘军舰来护鱼 海行署更是强调 如果日方逮捕我国渔民 我方不排除会开火 可以用万箭齐发来形容这次我们捍卫钓鱼台主权 由民间自发的保钓行动 78艘渔船浩浩商商 有秩序地从南方澳渔港出发 驶向目的地钓鱼台 在灰蒙蒙的天色当中 依然可以看到每一艘的渔船上面 都插上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除了国旗之外 各式旗帜和标语不条 也都挂满了渔船的两侧 旗海飘扬非常壮观 渔迅来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磅磅气势 天色渐暗 有些渔船已经打开了船灯 渔火点点 就像在大海中的斩斩烛光 护佑着这一次的保钓行动 这次集体出发的 共有78艘的渔船 海巡署也派出了 100顿、500顿、1000顿和2000顿 共10艘的舰艇随行 外船国军也提高监控层级 到了维安总统级 共有6艘的军舰会在外围护航 不过国防部表示 这是例行性的监控 会对海空的这种监控 会完成各项的准备 我们参考本部 相关的联络官也会进驻在海巡署 我们自己相关的高庆人员 也会进驻在恒指所 相较之下 海巡署在这次的行动当中 任务就更重要了 海巡署表示 若是日方敢逮捕我国渔民 我方不排除开火 但还是以和平为最高原则 采取三部政策来保护渔民 由于这次行动 渔队短缺了三百五十万元 望中集团蔡野民资助了五百万元力挺 因为他说台湾人不能被轻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